講到連繫社區這一部分 其實我們當初有想過 但是真的發覺做的時候 你很難得到一個回應 我們和深水埗是價格不入大 但他們反過來是很感受 深水埗有些轉變 大家好,我是Ricky Hello,我是Hoff Lomag有好的啤酒 但品味不是那個有 所以一定要先過來 為甚麼叫Lomag 因為Lomag的中文就是柔木人 我們想每一個人在這裡 在香港這個彈圓之地 雙識雙知的都是Live in the person 所以就叫Lomag 那個概念其實是由我本身 在澳洲做啤酒的時候 就打算帶回澳洲的一種 十二點就能夠喝酒 很開心的生活來到香港 因為香港人任何時候都很繃緊 就由那時候Working holiday 就有一顆種子在我那裡去紋身 想吃好的東西,喝好的東西 應該也有好的生活的品味 所以就砌了這一間 general store出來 因為在日本也有很多general store 就是好像無印良品那樣 他們買家品 但他們也開了餐廳 是一個一連滿性的體驗 設計是我們再加一個公司去想的 但最主要的概念都是由 我和Ricky一起去參加 一起去想怎樣可以令整個時間更好 他最主要就是參考日本一本書 就叫做一賣泥棧 就是很多水泥 很多自然的東西 很多會消逝的東西 簡單點來說 就是一個wabi sabi的設計概念 還有本身一賣泥棧 就是在日本和室採光不夠的情況下 怎樣可以欣賞一些光和形之間的美態 其實我們從來都沒有對外宣稱我們是一間咖啡 被市場定位了 當然也不是一件壞事 都一直想跟大家澄清 其實我們主打是居酒屋 和我們的酒店 我們有16本本地自家製的手工啤 除了咖啡之外 也可以試試我們的手工啤 尤其是晚上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日本居酒的文化 就是能夠晚上 女士們都能夠暢飲一番的一個地方 但是現在就變成 日後反而女士就來了 都暢飲了 都暢飲了 但是暢飲咖啡 因為我去到日本 基本上去居酒屋 每一個OL都是很盡情地喝的 很放鬆 一個放鬆的地方 但是現在就和我們的初衷 好像有一點出入 本來我們有兩層 其實在流暢的位置 我們一直都很想去教一次活動 因為有很多朋友畫畫 可能有些畫作 其實都是一些朋友幫忙 放在我們身上 如果別人想賣他們的話 我們都很樂意幫他們推動 因為我們在手上買藝術品 在手上買的 在手上買的 就是酒,酒也是藝術品 每一杯都是藝術品 坦白說 其實我們的定位是挺低調的 因為從頭到尾 我們都沒有跟客人說 其實我們有自己的杯子 或者我們… 我們想分割開它 因為其實你看到我們所有的啤酒 其實只有啤酒本身的名字 而沒有說到是哪間杯子 我們就是想大家 focus 多一點點 你試到什麼味道 它就是一個什麼味道 一杯酒好喝還是不好喝 其實是你… 你的享受… 消費者是一個享受 而不是因為你看到一個品牌… 或者他拿獎… 或者拿獎而選 對… 雖然我們都很…很暗爽 對… 對… 就好像盲飲那樣 一瓶酒的好與壞 其實… 不是只看那個品牌 又或者不是只看那個品牌 而是你那一刻 感受到些什麼 就是回到我們整間店的概念 Wabi Sabi 就是在說你當下去享受食物 或者飲品的時候 其實跟當下的環境 時間 你身邊的人 濕度 氣溫 所有的都有關係 而不是單純是本身那樣產品的一個品牌 對… 我想… 這個可以大家再去體會多一點點的東西 我尊重日本那種居酒文化 多於香港的居酒文化 因為香港的居酒 或者一些噩馬加蛇 我會覺得他們是重門深鎖的 他們通常都是很多木門 再加水泥 其實我們都是有木和水泥的 但是他們是… 又不放名料在外面 我不知道進去要花多少錢 那麼我們這裡就會… 一大道門 鎖開了一道門 外面的人會看到裡面的東西 亦都會有菜單看得到 亦都是能夠… 我稱為是比較便宜 去享受一個居酒的感受 因為我自己的體驗 就是經常去噩馬加蛇 或者居酒 吃了五百多至一千元 一個很貴的價錢 但是回到家還要煮兩個公仔麵 這是我自己的體驗 其實是很多滯爪 所以才有瑜伽的廚房出現 出牌的東西 如果用碳爪的話 秋風會很貴很貴 所以我們就免去了這一部分的反應 我也想有… 好像爐端燒一樣 很多人看著 但是… 沒有辦法做不到 因為這個地方太… 未夠地方去做 即是廚房 當初沒想過我們… 叫做… 那麼幸運 得到大家的眷顧 其實原來我們食物都挺受歡迎 是這個意料不及的 因為當初我們都打算 主打是飲品的 變相我們設計好一個4Pan之後 發覺廚房的量未必吃得起 是的 所以我們廚房都經歷了很多變遷 是一般的問題 就是反而是… 食物越來越大 然後廚房就反而是… 拼夠一些人 都是不夠去驚訝給客人 因為本身的位置就是這麼大 所以其實前期發生了很多 一些很混亂的事 可能我們的食物要等很久 那我們都很… 很不好意思 是的 一直都不記得和你們道歉 是的 所以如果你們在這裡等了很久的食物 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是的 說沒有影響其實是假的 因為基本上 疫情一定是重創了全香港的F&B 坦白說我們身邊很多朋友都已經實業 是的 但是僥倖地我們可以捱到今天 因為真的很坦白說 我們曾經都差一點點 是面臨這個危機 我都記不到怎樣捱過 但是… 總之又過了 是 由頭到尾都遇到很多幫助 由內到愛 因為基本上… 第一 我們本身的帕拿都很支持我們 我們有兩位帕拿 遇到貴人 遇到貴人 他們自己都是有投資其他的F&B 他們都很相信我們做的決定 或者我們所選擇的東西 他才支持我們 對我們反而想不到是得到很多街坊的支持 我們最開始去營運的時候 基本上在沒有宣傳的情況下 基本上客量是很少的 但是當時反而是比較多 我是真的住在泰智深水煲附近的居民 他幫我們 真的變成一個熟客 可能一個星期真的見到他三四次飯堂 沒錯 所以是很開心的 最初一個月就是靠這一班 去捱過了那個時期 因為當時沒有酒牌 也都沒有開始有人認識到我們的時候 其實每天開店都真的計算 今天要試多少呢 還有說回我們兩個夥伴 即是我們的貴人 除了街坊之外 他們得意在是 其實完全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是 從頭到尾 租完店舖 租了 那你們想做什麼 我說這樣… 我們說想要這樣… 做完了 到真的開門的時候 他們一打開門 哇 咦 還不錯 有棵樹在 還不錯 樓梯還不錯 就是他們想不到 由一間破壞的店舖 是破壞了 完全是被人破壞了 沒有所有的裝修 裝完修之後 原來是可以這樣的樣子 說到連繫社區這一部分 其實我們當初有想過 但是真的發覺做的時候 你很難得到一個回應 是對於這個社區 反而這件事我們是被動了 因為你想做或是不想做 又或者你想做的時候 是可能無人問津 尤其是由一間食肆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別人就會覺得你為什麼去做這件事呢 你最終都是為了一盤生意 你沒問題是嗎 即公物律這些出發點是怎樣也好 而實際去做的時候 當然我們的角色是一個個體 一個個體去連繫社區 第一件事是要將我們變成這個社區 反而我們就回到第一個步驟 回到第一個步驟 是的 我們先變成這個社區一部分 再想辦法怎樣去 跟其他互動更多 要感受一下這個區 發生了什麼事 和喜怒哀樂 因為其實深水埗有很多不同的事在發生 所以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什麼人都有 而且很感謝他們包容我們這間店 因為我們經常都覺得 我覺得我們和深水埗是比較不合 但是他們反過來是很感受 深水埗有些轉變 因為深水埗給人的感覺 都是南亞裔 或者很多不好的事情發生 晚上去一些環街宅行就比較危險 但是有一些客人是覺得走到來這裡 看到一間這麼乾鮮的店 他們覺得很安全來這裡吃飯 不要說去幫深水埗改變 至少我們嘗試融入這個地區 踏出我們有的一步 改不改變到 不是單憑我們一間餐廳 我們幾乎人的努力 而是說我們整個地區不同 包括這個居民 或者其他的店鋪 是一起營造出來的氣氛 SOHO之所以成為SOHO 不是因為一間酒吧 而是因為有一班酒吧 從裡面在那裡 最開心賺到錢 賺到錢先養自己 有錢先交到租 養到那班伙計 養到那班伙計 還有你說開心嗎 是那班伙計 或者員工 他們很有享心力 因為我們本身做過F&B 所以我們知道 其實不需要100%要站 要很… 很像Fly Dining 去服務客人 我們想每個人都像家庭一樣 去招呼客人 所以我們對員工也不會鍛鍛鍊得太緊 所以我們沒有甚麼習慣 跟我們本身一樣 至少每個員工回來都是開心的 他不會覺得又上班 對,我喜歡上班 他們就精靈一點 請客人 請客人嗎 請客人 暫時空 但是你還可以 你還可以的 我的忠遠拳目標 其實都是一樣的 我們矛頭好一致 其實都是想多一些年輕人 能夠來到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都… 都… 步合中年 又未算的 都算年輕的 不要說我地字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 是能夠給年輕人學習 又或者知道 其實深水寶區 可以跟你想像的 完全不一樣 所以… 還有這個地方是想給年輕人 是時候休息一休息 看見我們的菜單 都是年輕人能夠提供的 我覺得 所以… 這個也是我的中期目標 就是能夠多一些年輕人 能夠… 下午也好 晚上也好 我們不會很歡迎 真的想做到一間 可以聚集到人氣的居酒屋 還未… 晚上真的… 還未… 我真的很想去見 有一天晚上回到門口 看到裡面 哇…這麼熱鬧 氣氛這麼好